诶 什么情况 这监狱看着很残缺的样子呀 整栋建筑至少被吃掉一半以上 那会不会又是因为你起火麒麟太快赶过去的原因 导致建筑还没生成出来呢 那也不应该这么久呀 我都在这里观望很久了 不管那么多了 反正咱们也不打监狱副本了 所以没啥影响 我把需要的物资搜刮完就走了 舔完物资以后 我又前往另外一个boss标了 大师兄 你到了吗 没有 我目前没打算过去了 因为我在过去途中有新发现 就是我附近也有个boss标 我要先过去看看了 好吧 还好没过来 没想到被我的乌鸦嘴给说中了 两个boss标都是监狱副本 哦吼 我这边是工厂副本哦 那你可以过来我这边和我会合了 行吧 不过我懒得跑了 要不你放个传送门出来 然后我这边也放一个 直接传送过去 行 到了分付的 我马上照办 已经放好了 你随时可以过来 OK 那这里的物资我都不拿了 直接过来和你会合了 刚好我把副本激活了 赶紧开打吧 有你们三个的加入 我打起来就有底气多了 好家伙 也不提前通知一下的 哎对了 你激活的这个副本是几级的 对哦 我激活后还没去看呢 按道理我这种人品激活的是满级副本才对啊 呵呵 别那么迷之自信好不好 我都看到是5级的了 5级也行啊 因为思潮到来的时间所剩不多 这样咱们可以更快的打完回去抵御思潮 哇了个去 四面八方又突然来了一大群飞行僵尸 好在这次有迅捷的特种兵 一直守卫在我身边 安全很多的节奏 这波确实比较猛 打完Boss应该就出来了 不过思潮到来的警报声也快响起了 咱们得加把劲了 放心 只要Boss一冒头 基本上就是被秒杀的 两分钟够够的 好了 小僵尸全部清理干净 Boss该出来了 刚好出现在小队员们旁边 就完全是找死 哦吼 打死Boss的同时 我还容身到了60级 好家伙 我已经穿着可以增加经验值的装备了 最后还是被你抢先一步满级了 还好我前面吃了很多经验书 不然还真被你给领先了 走了走了 赶紧回基地抵御思潮了 哎呀 特种兵 自从有了这个迅捷特制后 老是很难跟我顺移到平台上来 每次上来后 我都得把他调离小队 然后再重新召唤 也挺麻烦的 那你干脆就更换掉这个迅捷特制 反正你不是要换成狙击枪伤害专精吗 有道理 马上来更换 反正我容易点也是有70多万了 不行 不行 思潮马上就来了 先打思潮吧 打完我再来慢慢更换 你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执政心了 居然会想到先抵御思潮 早知道刚刚先不要更换掉 特种兵的迅捷特制了 我现在跑到思潮中 他都不会迅速跟过来帮忙了 哎 对了 怎么没看到你另外一个小队员呢 这家伙跑到围墙上搞偷袭呢 我把他推下来硬钢了 因为这种躲墙头不讲我德的行为 我是不允许的 怎么感觉这波思潮数量挺少的 只要一生成出来 就轻轻松松被清理干净了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 是不是基地里面有动静啊 没错 有僵尸偷偷偷溜进去啃试背了 煮造场已经红温 我现在过去把他灭了 好像就一个飞行僵尸而已 用不着你心思动众的 我用狙击枪远程崩掉就行了 好家伙 你现在的枪法可以吗 这么远还能打中 小意思啦 我小区狙神的称号也并非让得虚名 而且我开了八倍镜 不算难打 你还是赶紧回来打思潮吧 我看到基地门口还有个捕捞网僵尸 把他干掉后再上去咯 都不用我出手 跟下来的小队员已经把他崩掉了 苦司令我都拿到了 我来个去 重新上来后 两个小队员都跑为墙上了 你不是说这种行为很不讲武的吗 那还不赶紧让他们下来 不管他们啦 反正这波市潮也手剩无几啦 很快就能打完的 最后防守成功了 我准备继续来给特种兵小队员更换特质了 我正担心你这种渣渣人品 待会一个不小心又把容易点给败光了 我就不信这个鞋了 哦好 狙击枪伤害钻进来了 厉害了 你的命运体制终于治疗好了 那这么说 你两个小队员需要的特质都搞定了是吧